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我们的政治是不结盟 要不要围绕着美国转 因为现在我们政治实际上是以对美国交为中东之重的 关于这些基本的思路现在都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那么我现在下面谈的仅仅是我个人对这些问题的理解 供大家参考 那么我想谈的顺序是这样的 我先把国际上发生的事情讲一下 然后集中谈一谈我们的外交 特别是新班子的外交走向 这个供大家参考 我先把去年 2013年发生的几件事 梳理一下 然后对2013年的形势做一个组结 因为这是我们判断2014年走向的这个基础 那么 在我个人的心目当中 2013年的国际形势 有这么几个事是比较大的 一个呢就是我们中国新班子的外交 这个在外界看来我们新班子的外交啊 这个高调开局 这个应该讲是很引人注目的 非常引人注目 这个 我们现在看国际形势呢 今年要有一个新的思路 那就是中国本身是改变国际格局的一个重要变量 过去我们中国啊 是受外界影响比较大 就是外面变了 我们应对 但现在的情况呢不一样了 现在是我们开始主动出台 我们变了 然后导致外面变化 这个按照学术的术语呢 就是原来我们是个音变量 就是外面是自变量 我们是音变量 现在呢我们是自变量 外面是音变量 这是看待国际形势的一个不同 就要把中国放进去 然后中国是一个重要变量 这个 这是 一个情况 就是我们的外交非常的积极 包括很多很多外在的这种变化 那么因为下面我要专门谈去年我们外交的这些新动向啊 在这里我就跳过去了 但是大家心里要知道 就是去年我们外交 在国际的眼里呢 是比较出彩的 但是他们把它叫做高调开局 第二个跟我们中国有关 那就在世界上也有影响的事呢 就是朝鲜半岛呢 进入到了一个比较新的不稳定期 这个前年朝鲜 这个老领导人金正恩去世 然后他儿子金正恩继位 那个 但继位以后呢 应该讲就不平静 整个这一年都不平静 那个 年初 他进行了第三次核实报 导致半岛局是非常非常紧张 这个 然后后来中国做了很多很多工作 那么他后来平静下来了 但是他对外 不闹 他里面劳断出来了 那里面就是发生了权力抖争 结果呢 他把他那个初复啊 就是朝鲜的二把手处理掉 这个 那么导致现在我们有一个担心 就是他内部的控制能力到底怎么样 现在我们不很清楚 我们内部现在的估计啊 朝鲜的情况呢 处在一个什么 这样一个情况叫 人人自危情况下的稳定 面上他是稳定的 他实际上呢 是人人自危的 是不是网上有一个视频 那个金正恩讲了三分钟的话 下面鼓掌鼓三十分钟 谁都不敢 停下来 对不对 因为他姑姑是不是有一个罪行 就是说他鼓掌不真诚 是假的 弄得打一下 叫人人自危 所以实际上我们现在有点害怕 中国呢 可以帮他维持外部稳定 所以美国要打他 中国说不能打 这个中国可以做的 但是他内部要是出的事 中国现在还是无能为力 那个 发远半岛虽然很小 但因为离我们很近 对我们影响很大 所以这是比较大的一个事 第三件去年比较大的事呢 是一个小人物引起的大事件 就叫斯诺登事件 这个斯诺登事件 大家可以看出来是一个 很新的一个现象 一个小小的个人 竟然把一个超级大国 弄得非常的狼狽 狼狽不堪 真的非常新的一个现象 这个 那么这个 这个世界呢 大致的来龙去脉 那个是这样的 就是 美国政府呢 非常希望控制英特网 从技术上讲 美国是有这个条件的 然后它在内容上 这个在影响上 它想控制 然后呢 美国政府就设立了 实际上第一个叫网络战司令部 这个它叫战略信息管理司令部 我们一般就翻成网络战司令部 实际上第一个就是它 我们国家现在也有一个网军 放在广东军区下面 它实际上是直属中央军委的 但是呢 放在广东军区下面 美国呢 是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独立的一个新的机构 在五角大楼办公室 然后呢 那个 它真做起来发现呢 就是它那个人手不够 现在网络战司令部 直属的军人呢 是四万人 但是呢 不够 它控制网络人手不够 于是它就把这个工作就外包了 外包给一百多家那个网络公司 然后他们雇用了十八万人 所以美国也有比较普遍的 用那个临时工的现象 是不是 四万正式工 对十八万临时工 这个比例可能只有我们中国还高点 是不是 那么施诺登是谁呢 就是那个一百家网络公司 雇用的一个人 所以它本质上这个临时工 就是这么一个人吧 然后这个人呢 它有点怪的 这个人呢 那个是一个电脑奇才 他大学没有毕业 他读了三年级 他就跑出来了 那个 但是他马上 他因为找到很好的工作 这个人呢 那个家庭条件很好 他这个独生子 爸爸是个企业家 家里很有钱的 母亲呢 是一个中学的校长 美国中学校长很有社会地位 所以他家庭条件很好 爸爸有钱 妈妈有地位 然后那个独生子 他自己呢 收入也很好 按照他自己的说法 他个年薪是二十万美元 二十万美元在美国是很高的收入了 然后他还有一个做模特的女友 长得很漂亮 本来都预定去年底就结婚了 这么一个人 结果这个人后来背叛了美国 那个 现在大家相信他这个人是理想主义 他不是因为钱 不是因为利益 因为他家庭条件非常好 他主要是为了那个理念 就是观念 那个 主要原因在这儿 就是他工作以后 发现美国政府 说一朝说一朝 美国政府呢 经常说 我是尊重英德网自由的 我保护英德网自由 只有中国这种坏国家 才管英德网 所以我们是不管的啊 结果呢 他工作以后发现 不是这么坏的 美国政府在英德网上面的管子 比中国 比别的国家厉害多了 那个广泛的监控这个盟友 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公民啊 还有一个就是监控自己的 三百四十多万穆斯林 美国有五百多万穆斯林 然后那个小孩子 女士他管得着 一般那个男的他都监管 这个是他受不了的 他说你说的跟做的不一样 于是他就想揭露这个事 然后在美国国内呢 他不敢揭露 他就往外跑啊 好呢还是找一个合适的地方 或者找到我们香港 那个 后来人家问他为什么选香港 他回答是这样的 就是 美国有一个右翼的基金会 传统基金会 这个基金会呢 大概是为了恶心我们中国 就是从九七年 香港回归祖国以后啊 就开始排位 就是排什么呢 排自由度 然后再排那个法治 那个 然后香港基本上啊 它的那个经济自由度啊 总是排在第一位 全世界第一位 然后把我们排在九十几位 那个 主要是他想排香港 压我们来影响我们 这实际上是一个战略操作 一个文化操作 那个 然后 法治呢 香港总是排在前三名 然后也是把我们排在九十几名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这个东西呢 本质上 我刚才讲 它这个战略操作 并不代表事实了 这个排位 排位很主观啊 它可以把你的偏号 放里面去的 但是施多登不知道 这个混质出大情况 看到这个东西啊 他就相信了 他在香港这个好地方 然后就跑我们香港来了 去年五月二日 跑到我们香港来了 那个 到了香港 他才知道 香港归北京管 在这个之前他不知道 他说世界上还有这种东西 叫一国两制 这么复杂啊 他这个简单的老子不理解 他总之 他们看得挺好的 最自由 最法治 那么生活水平也很好 香港的人均收入四万多美 接近美国 那个 他一看非常理想的地方 又富裕 又法治 又自由 跑香港来了 来了以后 他知道就是 回北京管 马上就想跑 那个 但是在那个香港期间 他就开始 跟西方别的媒体接触 只要接触了 他其实发了很多媒体 最后去找他的两家 一个是香港本地的媒体 叫南华找报 一个就是英国的很有名的一个报纸 叫卫报 英文叫嘎点 卫报 最后把他的材料发出来的 是英国的卫报 嘎点 他发出来以后 当然引起了世界上的震撼 然后实际上都知道 就是说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受他监控的 受美国监控的 那个 就是美国政府每一天 监控世界上三亿多次通话 每一天 那个 我们在座的好多人 可能都在名单上 就是中国大学副教授以上 然后干部 初级以上 全部是监控的 其他的人呢 他是看你讲话的 那个 关键词 就是讲话里面有 大弹 或者有那个 奥巴马 或者叫习近平 他砰 他就转过来监控 他是机器 那个 他设定的 那个 OK 这个事儿 报到出来以后 应该讲是舆论哗然 那么现在反映 最强烈的呢 就是美国的几个盟友 像德国啊 法国啊 这些国家 特别是德国 那个 我们国家也在监控名单上 但是好像我们国家 没有抗议 大概我们 一个当然就是 我们中国很清楚 这个 斯洛登材料 所以他透不透露 没有关系 那个据斯洛登讲呢 他 大概从美国政府 内部啊 抠出来了 二十万份材料 那个 然后放到四台电脑里边 然后在香港期间呢 他在香港待了一个月 然后再跑到那个摩斯丘去了 香港期间呢 人家问他说 中国政府跟你接触没有 他说没有接触 确实没有接触 但是 他说有一个晚上啊 不知道怎么搞的 他说我睡得特别香 然后早上起来电脑给动 所以我估计都该打那么拿到了 我们中国政府 中国啊 大概是这样 就是我们每一个月 被监听的次数是四点六亿次 但是后来发现 监控最厉害是德国 德国每个月监控五亿次电话 所以中国看到这个数字还挺开心的 说我这个待遇比德国还好的 这德国人特别劳火 德国说我说六十年盟友了 你不信任我了 那个 OK 总之这个数字这事件 让美国非常的尴尬 那个 应该讲就是美国在这个事情上是受损的 一个呢就是说那个 道德形象受损 美国说 啊我尊重你的网绘 让他补身的网绘 那个 因为美国有一些公司 道德形象也受益 比如说谷歌 谷歌以前那个口号啊叫绝不作恶 never do evil 然后他的定义 怎么叫不作恶 就是我永远保 站在个人这一边 从政府斗 从个人 保护个人权利啊 让政府干预 但是后来斯洛登告诉大家 美国九大网络运营商 还在第一位的谷歌 跟美国政府合作的最宽 所以谷歌这个 这个现在也很尴尬啊 因为这次斯洛登事件 对美国造成的第一个损害 就是他这个形象 有点受害 双方标准 还有一个呢 就是对美国与盟友的关系 受到影响 盟友现在是不信任他的 我不知道大家注意 跟不跟踪那个国际新闻 跟踪国际新闻的 应该知道 就是上个礼拜 默克尔 从法国就决定了 德国总理默克尔 从法国决定 搞一个独立的欧洲网络 对吧 这就是影响啊 另外斯洛登事件 就是对俄美关系 受到 这个就是造成了负面影响 最终呢 斯洛登是落在俄国了 对不对 斯洛登像26个国家 发那个避难申请 大家多不理他 最后是到了俄国去了 美国对这个是很牢火的 那个俄美关系是受到影响 这个最后谈一点 斯洛登对中美关系影响 总体来讲 斯洛登对中美关系啊 对中国是有帮助的 因为在斯洛登事件出来之前呢 大概有一年半的时间 美国老是说我们中国啊 在网络上抽搭的东西 这个每一次中美开会 包括我们元首开会 美国就拿几个证据 就就就就就就 就来骂我们 就提醒我们啊 然后他在讲呢 做这个事儿呢 肯定是做了 对不对 每个国家都做 不做对不起人民 对不起党 但是呢 原来我们做的 就可能是比较粗糙 技术水平也差一点 然后一做呢 就被抓住了 据说啊 这个 这不是据说 这个事实 就是我们还给人家提供证据 那个应该是 第一年十二月初 我们中央电视台啊 有个第七频道 叫农业与军事频道 是吧 第一频道呢 晚上有一个节目 七点半到八点 有一个节目 叫军事报道 有一天那个军事报道呢 介绍一个情况 介绍在河南郑州 有一个信息工程学院 就属于总参直属的 电子对抗的那个学院 好 然后那个军事报道 就表扬这个学院 这个学院哪工作搞得好 理论与实践结合得很好 结果后面那个画面呢 就是我们那帮小战士啊 正在攻击美国国防部的网站 美国大使馆就把它截图啊 截下来找外交部了 说你们就这么理论与实践结合 这是过去我们的情况 我们自己呢 应该讲 手艺有点问题 学艺还不听 所以就给人家抓到把柄了 所以那个老挨骂 有一年半 那个去开会就挨骂 去开会就挨骂 但是收入这个事件出来以后 美国就不怕我们了 因为他自己做的是一样的 做得比我们更狠 那个 然后他水平高 他做了 我们也知道他做 抓不住他 现在好了 他他自己给说了 总体来讲 这事件对我们中国很有利 对美国呢 这个影响很大 好 这是第三件事 第四件事呢 就是中美峰会 这是去年比较大的一件事 而且对中国外交是很正面的 这个 应该讲在 一零年开始 一零年 一一年 一二年 这三年呢 中美关系是不好的 这个 主要原因呢 就是美国提了一个政策 叫回归亚洲 回归亚洲的本质 就是整中国嘛 对不对 所以那三年 中美关系是不太好的 那个 那么那三年呢 如果是像普京这种人 管了我们中国啊 中美已经打起来了 那普京脾气很大 那个 但是中美关系比较幸运啊 这那三年 谁管了中国呢 胡主席管了中国 是不是 胡主席的特点是没脾气 就弄得美国人傻了 美国人那三年整中国啊 中国没有任何反应 这个时候美国人傻眼啊 美国人是喜欢打拳击的 知道吗 他是太深了 快多大 你跟他打拳击 他把你给打死了 结果呢 那三年的特点是什么呢 那三年就是说 他做好多动作 打我们吧 我们没有任何反应 美国人自己晕了 说太疯了这种对手啊 那个 好 所以这是幸运的 因为我们没有反应吧 美国人 他自己也打累了 停下来 停下来去年呢 我们中国说的一件事 就是习主席啊 跑去美国 跟他说 我们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 什么叫新型大国关系呢 就是历史上呢 老大老二啊 关系总是处理不好的 这个国际关系史告诉我们 就是绝大部分那个老大老二的关系 最后是必有一战 打仗 这个 然后中国呢 现在就是老二了 是吧 而且他这样 原来中国这个普通党员 中国风雨下冒出成为副书记了 而且这个副书记不是书记培养的 对这个关系就复杂了 是不是 这个关系非常难处啊 这个 那么怎么办呢 我们中国就提了一个说 建立新型大国关系 这个我们 无论如何 我们的底线 是避免一战 不要打起来 这个 美国后来犹豫了一下 也同意了 所以这就是去年呢 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进展 所以我们中国提了一个方向 美国犹豫了以后呢 同意了 这个 那么具体讲呢 就是这个峰会 去年六月份呢 我们开了一个 就是跑到 美国加州 有一个很漂亮的庄园 叫安尼伯格庄园 他们两个呢 谈了八个半小时 谈得挺好 美国这国就同意 跟我们中国共建 这个新型大国关系 然后此后 这个两国元首订了盘子 此后呢 是汪洋副总理 带了二十个武当去 谈那个中美战略经济对话 谈成了好多合作的那个意向 所以总体来讲 去年中美关系跟前三年比 那个基调变过来 从有点对抗变得比较积极了 这个对中国是很重要 很好的 那个中国可以这么讲 未来十年呢 还是打不赢美国的 知道吗 所以对美国的方向上 还得抛光扬灰 不管你心里怎么想 从对国家负责的角度来讲 这十年呢 美国那个方向 还是要抛光扬灰 大家都说 人活着不能和上帝斗 在世界上不要和美国斗 在国家层面不要和经常懒斗 在单位就不能和书记斗 在家里不要和老婆斗 和谐世界五大原则 所以中美关系给它稳定下来 对中国外交是非常重要的 去年应该讲这方面是有进展的 再下来去年的大事 就是中日关系全年紧张 然后围绕着钓鱼岛 整个一年都是紧张的 但是在去年 原来应该这么讲 就是中国呢 开始采取一些主动进攻的姿态 那就是我们在11月23号 设立了防空识别区 这个中国设立防空识别区 从面上看 其实是模仿人家的 世界上设防空识别区 首先是美国 美国和加拿大 然后呢 其他有二十多个国家跟进 像日本啊韩国啊 都有防空识别区 我们不是最早的 但是我们去年设防空识别区 还是很有意义的 这个意义在这个地方 就是中国也开始给我们这个地区 定规矩了 这个意义非常大 原来我们这个地区 只有一家定规矩 就是美国 美国说 这是对的 这是对的 这不能做 这不能做 中国现在已经开始做 在这个区域 这个事情不能做 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想法 就是中国开始给我们亚洲地区 某些方面定规矩 这就是美国人现在担心的 这个 然后去年呢 还有一个情况 就是美俄关系变得非常的微妙 那个奥巴马上台以后啊 力图改进美俄关系 这个 但是从去年看呢 美俄关系很难改进 这两个国家都非常骄傲 外交手法都非常高级 斗得一踏手 那个 这美俄关系总体来讲 去年是变坏的 那个 这当然就给我们中国一个机会了 从美国角度来讲 去年普京对外交做得很好 那个 这个普京在三大问题上 叙利亚 伊朗 乌克兰 三大问题上都是得分的 那个 这种 总体来讲 美俄关系呢 这个 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啊 发现 他们关系好不起来 这个对中国很很有利 那么再下面一件事儿 第七件事儿 就是中东地区很乱 它乱的程度 超乎大家的想象 去年七月三号 埃及是不是发生了军事政变 对不对 把一个民选的总统 叫穆尔西总统给推翻了 这个 然后西方媒体就有个结论 就是前几年出现的 所谓的阿拉伯之争 就没有了 变了阿拉伯之争 这个 整个埃及在这三年呢 走了一个循环 2011年的 2月26号 一批大学生为主的人 年轻人 跑到他中央来的 解放广告 搞游行 然后 全国人民响命 几百万人 聚到 那个 聚到那个首都 最后把一个军事强人 穆巴拉克 就推翻了 对吧 推翻了以后 先乱了一年 然后开始进入民主选举 大家开心的 我得了 民主选举啊 我就选出来了一个政府 叫穆斯林兄弟会政府 这个 这个就弄到埃及的世俗派 特别是自由派 这时候就特别的伤心 就是他们争取来的 民主选举权利 但是 开始行使权利的时候 发现那帮大学教授 根本竞争了 竞争不过那帮村长 穆斯林兄弟会就是基层干部 知道吗 没有什么文化的 但是呢 他讲那个骂人的话 跟老百姓沟通特别爽 老百姓投票就支持他们 然后以那个 那个巴拉迪 是在美国生活的三十年 美国训练的 博士教授 IAEA 就是国际能源组织的 秘书长啊 他是其美派 他回去 组织一个自由党选举 结果他得票率不到百分之五 乌兄会得票率四十七 一支独大 最后呢 非常民主的选出来一个 奇专 爱惜的悲剧是 用美国民主选出来的一个反美政权 莫尔西 那个 这帮村长呢 一向就是不喜欢美国人的 然后莫尔西上台以后 美国人很牢火啊 那个 莫尔西 出访的第一个国家是伊朗 美国死的头 第二个国家是我们中国 这美国气得不到 我花车不得这个 给你弄上海里 这不害我啊 白眼狼吗 然后另外呢 就是莫尔西政府 我应该讲一下经济上是有问题的 他这个治理是有问题的 那个国家治理是一塌糊涨的 面包的价格啊 涨到四倍 那个 老百姓活不下去了 另外这个宗教政策非常的疲惨 或者政治方向有问题 埃及被认为是 东东地区世俗化 搞得很好的一个国家 他以前有一个世俗宪法 那边就包括民主 自由 人权 这些原则 他也尊重伊斯兰教 但是认为伊斯兰教是我们宪法的基础之一 对吧 但是这个莫尔西政府上台以后 就是沐凶会政府上台以后 修改宪法 这个宪法规定的原则说 古南经是宪法的唯一原则 一个原则 古南经 然后 新宪法通过以后 第一条法令 第一条法令就是女孩子都不家 不许受教育 不许工作 哎呀把那个解放广场那个游行的女大学生气得不得了 这个 那个他说我这牺牲了 然后给你们那个带来的权利 你第一天是整我们了 整个那个从文明角度来讲 它是倒退的 是不是 经济治理的不好 然后政治倒退 所以等他执政满了一年 去年六月三十号的时候 埃及亚全国有两千多万人出来游行 这国家一共是八千五万万人 是吧 然后孩子很多 因为出生率特别高 孩子很多 老人很多 所以就是成年的总政治的人 是不是都出来了 对不对 然后呢 军方这个时候就出来干预了 军方给人家墨尔西三天时间 六月三十号游行 然后他告诉他 说你必须三天解决问题 结束不了我来管 但是不可能解决的嘛 对不对 结果七月三号 军方就 推上去把墨尔西给抓起来 现在关在牢里边 这个 那牧兄会 哇就出来打呀 这个按照牧兄会自己的说法 从七月三号一直到现在 军方杀了他们一万二千多人 所有的引导全部给抓了 财产都活受了 然后基层战夥杀了一万二千多人 那个 然后 可悲的是全国老百姓都欢迎这个军方回来 大家都在 发申请 请那个 抓那个沃尔西的赛西将军 请他重新出山 这个历史就讽刺了 三年前 他们推翻了军事强人穆巴拉克 三年以后 欢迎另外一个军事强人回来 是不是很讽刺 对不对 所以就是西方人现在说 阿拉伯之村变成阿拉伯之中了 另外 这就是中东的一个情况 就是中东最大的国家是埃及吧 埃及出事 所以中东的整个局势往下走的 另外呢 就是叙利亚 叙利亚一段时间内战 非常的残酷 现在还在内战中 非常残酷 然后那个去年美国差一点 共和要打 后来俄国中国坚决的那个图兰 最后他都没有打 那个 当然美国不打叙利亚 就是对美国在中东盟友当中的 进入有什么派的一个重点 目前我是知道 以色列 沙特阿拉伯 长期跟着美国跑的国家 现在跟美国不信任 就是老大不可靠啊 讲话不乱做啊 这个 另外呢 去年这一年呢 伊朗问题还是起起伏伏 很热闹啊 那个 总之就是 整个中东地区啊 它去年乱的程度啊 比我们原来预期的要高 那么这个呢 对我们中国也是好的 那去年这么众多的事件里面 就是 朝鲜脱事 对我们不利的 对吧 那个 然后那个 中日关系不好 对我们不利 那个 当然斯洛登 对我们挺好 中美改善关系挺好 美国关系不好 对我们挺好 中东乱 对我们挺好 对吧 那个 中东啊 我们发言人 大家自己看啊 我们中国特点就是 逍遥 我们不只 是这样不管的 我们表态呢 都是说 希望中东地区 尽快那个对话 恢复和平啊 但我们心里打算 把这个北地方越乱越好 OK 最后去年有一件 比较大的事 就是西方国家 以美国为主 美欧日西方国家 正在设计一套新的贸易规则 它目的呢 还是想限制 限制我们未来的贸易发展 美国为首 在太平洋这个方向 搞了一个东西叫TPP 英文叫 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翻译成中文叫 跨太平洋经济战略伙伴关系 TPP 然后在大西洋那个方向 就是美欧之间 它有另外一个东西叫 TTIP 就是叫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 它现在搞这么两个行 这个东西呢 含义是什么呢 就是它要增加新的贸易条件 比如说你生产东西要注意 要更高的环保标准 劳工标准 资产权保护标准 就是把原来的标准呢 都提高一点 这个 大的目的是什么呢 大的目的 就是让中国的贸易行为 更符合美国的要求 原来美国 就搞过一个东西叫WTO 对不对 世界贸易组织 那个 然后 它在中国申请加入 世界贸易组织的过程中 对中国提了好多好多要求 对吧 那个谈判很艰难 从86年开始谈 到01年继续 15年了 然后中国位置改了好多好多 我们为了加入WTO 我们中国放弃了 140项法律 废了140 对700多项法律 做了重大修改 然后对 1400项 其他的法律 做了一定的修改 实际上中国为了进WTO 做了很多很多改变 对不对 那么美国原来 以为呢 你进WTO 接受这些规范 你就更服从我 我可以更好的控制你 但是呢 他们低估了中国 他没想到后来中国人呢 糖衣吃进去 炮弹出出来 我们进去以后 适应WTO的规则 玩得比美国人好 美国人傻眼啊 这个 所以他现在呢 我打不就说不够了 我搞一套新规则 让我限制中国 这是美国对我们的一个新的游戏 他用新的规范 他能够达到这个标准 我们打不到 他给你加好多好多制约 他不是直接骂你啊 打你 不是这样的 他都一套规范来运策 这是中美博弈的一个新领域 所以我把它 因为这个东西呢 跟我们老百姓生活有点远 所以大家不太注意 媒体报道也不多 但是从我们研究者角度来讲 美国正在推进的TPP和TXIP 实际上是以后中美博弈的一个主要议题 需要特别重复 好 那么把去年的大事梳理完呢 我想就是把去年的形式做一个总结 那个 从几个角度总结 一个呢 世界经济 世界经济啊 去年的整体形式有这么几个特点 一个呢 好像一段时间出现了 东升西降趋势没有了 这个2008年金融危机啊 对美国 欧洲 日本打击很大 然后呢 有一批新兴大国表现比较好 比较显眼 这批新兴大国标志就叫Priky 叫金砖国家 金砖国家 是巴西 俄罗斯 印度 中国 南非 所以从08年一直到去年 08 09 1011一样 有五年时间吧 不是我们这边挺好的 我们这五家 金砖国家啊 往上走 然后欧美要么掉下去 要么悬着呢 所以曾经 因为这五年趋势都一样 所以曾经有一个结论 就是世界上的大结果出现了 叫东升西降 东方国家降 东方国家升 但是去年呢 形势力转了 去年呢 美国经济不错 日本经济也有点恢复 欧洲经济呢 虽然没有正面恢复 但是不再往下滑了 欧洲前几天叫自由落井运动 老往下掉 去年停在那了 欧洲停了 每日有恢复 整个西方的态势有点恢复 这是一个 相反 我们金砖国家发生的分裂 这个总体的态势变差了 比如说我们中国是金砖里面最好的 但是我们的增长率也下降了 对不对 降到七点七七点六 那个从以前的十 那么印度从七降到四 然后 俄罗斯呢 从四降到一点九 一点四 然后巴西和南非去年 就是负增长 所以 以前就二零零一年提出金砖国家 Britx 提出这个概念的美国经济学家 叫齐姆奥尼尔 去年十一月份发了一篇文章 说我看错了 这个五块金砖啊 只有一块砖是金的 那就是中国 其他都是水货 假的不行的 所以这就是第一个变化 这是以前我们新兴国家 很有信心会取代的 欧洲现在看来不是这样 那个中生西降 现在实际情况 西方原料恢复 中方 这是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呢 就是世界经济整体的态势 它就非常皮弱的 西方啊 固然比前年好 可是这个好呢 相当于大病出狱的好 不是真好 不是整个机能很健康 它是病了一场 然后救活了 这么一个好法 整个世界经济 依然是不乐观的 最后呢 其实还是在两个阵营 就是美国是发达国家阵营的领袖 中国是新兴大国的领袖 现在看来在各自阵营里面 这两个领袖国家表现还是最好的 因此两大集团 新兴集团和那个西方首身集团 主要的矛盾还是表现在中美矛盾上 这是世界经济形势的几个阵点 安全形势啊 安全形势呢 是这样 就是世界上比较乱的是三个地区 一个是中东 中东还是最乱的 这里面有这个埃及政变 叙利亚 法务公民 伊朗各地 第二个世界上乱的地区是非洲 如果大家关心国际新闻 应该知道 非洲去年特别乱 非洲有几个国家内战 南苏丹内战 中非共和国内战 马里内战 不内战呢 很多国家骚乱非常多 另外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国际恐怖主义主义 都在往非洲在集中 非洲的形势变得不确定 这个对我们中国不太有利 我们中国啊 这几年在海外拿资源 一个重点的方向就是非洲 我们在那投了很多很多钱 去了很多很多人 现在常住非洲的中国人 不算以前的老华侨 就解放权去的 台湾去的老华侨 不算啊 就是改革开放以来 新华侨去了 一百三十万人 然后投的钱很多 人很多 所以非洲乱的这种 不仅不仅不仅 那现在的客观情况就是 非洲国家的那个 内部政府能力很差 然后恐怖分子 往那里引起 所以这个非洲以后是一个世界上很乱的地方 劳顿焦点 这对我们的走向海外的战略非常不利的 最后一个这个世界上比较乱的地区就是我们中国所在的一个地区 叫东亚 这里面的焦点呢 首先还是朝鲜 另外呢就是东海 就是中日竞争 还有就是南海 这大概是从安全角度 世界上的三个特点 就是乱的地区是这么三个地方 东东 非洲 中亚 去年第三个那个大的特点啊 就是大国之间的竞争 正在从有限空间 扩展到无限空间 这个大国竞争典型就是中美竞争 那么原来的大国竞争呢 竞争的空间是有限的 什么叫有限空间呢 这是我们传统人们生活所依据的陆海空 陆地 海洋 还有我们的天空 陆海空 这都是有限的啊 但是呢 以后大国博弈 特别是中美博弈啊 正在扩展到无限空间 有限空间没变 没有放弃 但是呢 扩大了 什么叫无限空间呢 就是天变网 网络 网络是个无限空间 对不对 电子 无限空间 太空 无限空间 这是大国竞争的新特点 所以是斯洛登事件给我们的一个启示 所以我们以后中美竞争啊 某种意义上讲我们要多花一点印象到无限空间上面去 以前我们这方面注意的很少 斯洛登他给我们一个讯号就很像中式无限空间 去年到金融的朋友应该知道这么一个事儿 去年六月二十号啊 我们国家发生了一件事儿叫钱荒 这是隔夜利率 这个短期借一个礼拜的那个隔夜利率啊 从三点五一下子涨到十三点五 对不对 一个晚上 后来证券委去调查 证券委去调查 没有银行下单的 计算机自己下单 找出来一个经历恐慌 那个 然后我们调查的时候 然后全国工商行的系统停了四十五分钟 就停了 那个工程师去找找不出原因啊 现在被认为就是美国给我们的一个警告 无论是我可以控制你这个用程 另外就是在前年中美军方对话 军方每年有一个国防部副部长级的防务抽商 那前年的对话当中曾经有这么一场小博弈 那个 就是大家常合作 常常合作以后呢 那个军人就说 那我们也磨底一下对抗 对吧 然后中国人说 我们有一种打航母的结果 实际上只有我们中国有的 叫东风二十一地 那个导弹是中程导弹 打两千多公里 然后那个导弹呢 有很复杂的航母系统 那个理论上是可以打掉航母的 那个 然后原来呢美国人呢 以前我们中国也跟他模拟试过一次 说我们打掉你航母的 那美国人没有手段 那很简单 我核武器炸你的上海 那就是耍赖了 知道吧 但是说好不动核武器呢 就耍赖了 那俩小孩子打架 说好不动 不找话 就应该打败了 我找我话 这个耍赖了 那个 去年 我们还是用中风二十一地打掉他一条航母 美国人反应是什么呢 不是动核武的 美国人说啊 我就把你三峡大发那个水给放了 三峡大发是非常高级的 以计算机控制的一条系统啊 美国人可以控制 水给你放了 把你湖南湖北这个核弹都给你淹了 这个恐怖吧 这个非常恐怖啊 这个威力不下于那个核武器 对不对 它是常规的 对不对 这是在网络空间它的优势 某种意义上讲 可能美国在网络空间的优势 比它在现实空间的优势还要大 这个 因为全世界十三台啊 三台征服武器吧 十台在他们家 对不对 三台一台在日本 一台在瑞士 还一台在英国 都是他们兄弟家 对不对 那个 OK 这是去年国际情势的一个新特点啊 就是这个无限空间的竞争出来的 而在这方面应该讲我们准备的不太好的 对不对 我们中国每一台电脑里面的那个CPU 中央处理器都是美国人的吧 对吧 我们中国自己搞过 我们中国真的花很多钱啊搞啊 搞了一个龙心对不对 结果后来发现龙心是假的 那个院士后来给开除了 这个中国龙心是假的 搞不出来 那个 这玩意很难 没日本搞过也没什么 俄罗斯搞过也没什么 目前就是美国冷断 OK 这是去年第三个特点就是 大国间竞争正在走向无限空间 我们要欲为之谋 那个 第四个去年国际形势的特点是这样的 就是大国矛盾啊 有生有将啊 生的是中日矛盾非常粗粗的 日俄矛盾 降的来是中美矛盾是改善的 最后一个就是主要大国的态势 我现在已经把大国分成两类 中美的第一类 就超级大国 中国其实是超级大国 中国人的态势 然后其他的一般大国 那个 包括俄国 日本 印度 德国 那个 那么在两个超级大国当中 总体来讲去年中国的态势很进去 我们新领导人那个外交上非常进去 那个 而相反的美国有一点疲态 俄罗斯有一个战略观察家网站 去年年底的年终总结就讲 说超级大国累了 奥巴马想打人家叙利亚 最后被俄国吼两声他不打了 对不对 想打人家伊朗 后来又不打了 那个 像这些动作呢 都被认为啊 美国有一点想收缩 收缩 收缩不是他主观想收缩 而是没钱了 政府关门了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钱不是万能的 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是不是 这超级大国也一样 所以这是去年大国态势啊 第一类大国态势啊 中美两家的态势 中国要更进去一些 那美国要疲态一些 好 那么一般大国 去年是这样的 就是一般大国有三个大国 特别活跃啊 一个就是俄罗斯 去年普京呢 外交上特别活跃 而且应该讲很出风采 收获大大的 是吧 我刚才讲的三大议题 西里亚、伊朗、乌克兰 他都赢了 所以 美国有一个杂志叫福福斯杂志 他每年呢 就凭这个七十个最有权势的人 他为什么凭七十个呢 因为全球七十亿人 一亿人选一个 前年呢 最有权势的是奥巴拉 第二个是默克尔 是吧 第三个普京 去年呢 第一是普京 第二是奥巴马 第三是我们习主席 前年他把习主席放到第九位 这个是不对的 那个 去年呢 就这么排 就是 普京、奥巴马、习主席 那个 所以总体来讲就是说 去年俄罗斯外交特别活跃 那个 成果也不错 但是呢 从美国 舆论 还有其他西方舆论角度看呢 他们倒不是很怕这个俄罗斯 这一点是我们中国人体会不到的 西方人 这个 现在怕的还是我们中国 他的道理在这个地方 就是他们认为俄罗斯的综合国力不行 所以普京这个人再能干了 后面这个国家不行 这个 而 他们认为俄国国家不行的 基本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国家 经济 没有竞争力 这个 俄国 大概现在出口啊 百分之六十四 是石油和天然气 另外还有百分之十八呢 其他矿物的能源 像那个煤炭啊 铁炭啊 铁炭啊 铝鱼啊 这些东西 两个加起来 八十二 八十二是什么概念呢 八十二基本上 就跟东东国家的出口结构就差不多了 这沙特拉多 就是八十五的出口 倒是石油天然气 那个 所以 这个数字 就是让美国得出一个结论 美国人不怕俄罗斯 俄国虽然这个国家非常庞大 军力雄厚 军力不错 但是呢 是从经济角度看啊 美国认为这个国家没有竞争力 主要是靠自愿 而不是靠自导力 俄国去年的出口 最基础的数字 当然讲到八十二的资源吧 然后百分之六是军品 就是武器 百分之四是小麦 这去掉了九十二 剩下就是民用制造业产品啊 是占俄国整个出口的百分之八 基于这个数字 美国有一个报纸叫纽约时报 公开的把俄罗斯叫做什么呢 美国把俄罗斯叫做 拥有核武器的沙特阿拉伯 所以实际上美国人 心里是看不起俄国的 那个 我们中国人挺崇拜普京的 觉得普京男子汉 男人中的男人 特别有技巧 在美国人眼里 普京就是一个牛二 看不起他 打不过的 那个 嗯 俄国呢是一个案例啊 我们可以那个 体会一下这样一个案例 俄国这个国家 实际上呢 禀赋是非常好的 资源禀赋非常好 俄国一千零 一千七百零八万平方公里 相近中国的两倍 人口呢一点四个亿 中国的十分之一 俄罗斯的人均资源非常好的 人均资源是中国的 差不多十倍的样子啊 那个 所以俄国有个谚语说 上帝一定是俄国人 因为上帝喜欢俄国 那个 另外呢 就是俄国除了那个 人 自然资源很好啊 它的能力资源 其实也挺好的 那个 脱苏联的福啊 俄国这个国家 基础教育搞得很好 这个国家 成年人是没有文盲的 很了不起 美国成年人都有文盲啊 美国辍学力挺高的 美国公立教育搞得更不成功 美国成年人是有文盲的 我们中国成年人也有文盲 对不对 所以说 印度那文盲就多得去了 印度那个脱盲的标准 是非常搞笑的标准哈 印度货币叫卢比 卢比上面有十五种文字 都是官方承认的文字 你用里面任何一种文字 能够签自己的名 你就出盲了 这个标准是非常低 这么低的标准 按照这么低的标准 印度还有百分之四十六的成年人是有文盲 这是国家都没有希望的国家 完全没有希望的国家 那么俄国完全没有这个问题 俄国是反正 俄国你看自然禀赋很好 人力禀赋也是非常非常好 那个教育非常好 基础教育没有文盲 高等教育 每万人当中 每一万个人当中 俄国拥有大学生的比例超过美国 甚至远远超过我们中国 非常非常好 那么 嗯 大家那个 读近代史应该知道 其实俄国人对工业化学是有贡献的 俄国有众多的科学家 对不对 我们每个人都读过中学吧 中学都背过化学圆图表吧 门泽列杰弗是俄国人的 搞出了化学圆图表 对不对 然后我们青年的时候 或多或早都做过几天文学青年梦吧 都应该读过 读过一点点文学 俄国文学作品吧 俄国可是顺产我们好的国家 处习近啊 也不做的姿态啊 然后大家或多或早都喜欢一点音乐啊 俄国可是一个音乐天赋民族啊 裁科夫斯基 天赖之痕啊 那个 那么你要说 技术创新俄国人很厉害 俄国打仗很厉害 重工业很厉害 科技创新很厉害 我们人类第一个太空人家家里 第一个核反应追 第一个核全体 第一个洲际导弹 第一个人头地球卫星 都是俄国人的 俄国体育也非常好 是不是 这个 这个 OK 这是一个基本情况 那个 他人力禀赋 自然禀赋都很好 俄国这个国家缺一个什么呢 缺市场经济这个概念 就是他的根本确定 这么好的禀赋 如果有一个基于竞争的 有效率的市场竞争机制 这个国家负得了 但是他的俄国的悲剧就是 他真的不会玩市场经济 这是他的悲剧 到现在也不会玩 我觉得普京有一个责任 要把俄国人呢 带入市场经济 但是好像截止到目前 这个方面的工作做得并不好 这个 要说以后写历史评价啊 普京呢 是不能给我们老邓 老邓的一个特点 一大成功 是把中国引入到市场竞争机制 对不对 导致中国经济 竞争力现在是非常好的 也就是中国现在 在世界上骄傲的本钱 而这个普京就没有完成这个任务 这个人很会作秀 对吧 但是呢 没有解决这个俄国的根本问题 引入市场竞争 这个 由于没有市场竞争机制 于是俄国很好的顶富 自然顶富 人力顶富啊 实际上都没有发挥作用 于是 今天这个俄国 就掉到了资源县均里面去 现在是不是一个高度依赖能源的国家 这是一个悲剧啊 而且多说两句 俄国这个案例 对我们国家 某些依赖资源的地区 是一个警示 我们国家比如说 外蒙 内蒙吧 内蒙 南西 江西 明南 这种地方都要注意 不要叫入那个资源陷阱的悲剧 俄国是一个最新的历史 一个伟大的工业化的俄罗斯 现在竟然变成一个 拥有核武器的 沙特阿拉伯了 竟然变成一个依赖能源的国家 这是一个很惨的例子啊 我们中国人呢 要吸取这个教育 那么这附带再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资源陷阱理论 是1984年联合国冒发会议 创造的一个词 这个词呢 这叫resourced curve 叫资源诅咒 资源诅咒 然后我们经济学家把它改了一下 改成一个叫资源陷阱理论 这个理论的最基本的 用最简单的方法找出 这个理论最基本的概念 就告诉大家 有两个概念要区分开 一个叫经济增长 一个叫经济发展 英文表会很清楚 经济增长叫economic growth 经济发展呢 叫economic development 什么叫经济增长呢 就是你去年赚100 或去年赚102 什么叫经济增长 那个 那么经济发展是什么 经济发展 就是我在增长的同时啊 我的那个技术上的 产品结构改进了 管理改进了 产业结构改进了 这一个国家来讲呢 只有长期的经济发展 才能导致这个国家的潜在化 简单的增长 不导致潜在化 那个 所以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歧视啊 那么相反呢 就是说 如果一个国家 资源特别丰富 它非常容易掉到 只有增长 没有发展的现金原因 所以你们 我们家爷爷很能赖 留了很多宝贝 我卖一个宝贝 我生活很好 三年啊 但是你的本事没渐长 对不对 等到宝贝弄完了 你回归贫困 这就是增长的现金 知道吧 就是你光靠卖资源 你可以赚很多钱 但是你没有发展 没有现在发展 只有呢就是 凭自己的本事 赚到的钱 这个钱 就导致你现代发展 这是那个 联合国给我们提的一个东西啊 就是 呃 存在的一个东西叫 资源祖宗 资源陷阱 那个 呃 然后把这个理论 用到现在 就是俄罗斯 应该讲 是一个最新的案子 叫做资源陷阱 嗯 OK 这个我扯的比较远 现在回回回回过来 就是去年 从从外交的角度来看 俄国是很成功的 那个 但因为他的综合国力啊 基础在往下走 所以呢 虽然他外交成功 但是对俄国整体的国际地位 长期前景 是那个 还是中文有限 到去年的一般大国当中 日本 非常活跃 安倍 其实去年从外交角度来讲 非常活跃 他搞一个东西 一个外交 叫地球仪外交 满世界乱跑 那个 但是他有个缺点 他就是太针对中国 对这个日本国家发展没好受 安倍呢 现在决心跟中国对抗 然后他对抗的方法是三招 第一招啊 就是恢复日本的国力 这里面包括恢复经济国力 搞军队建设 这是第一招 恢复自己的经济军事力量 第二个呢 现在就爆美 进一步爆美国大腿 独家虎为 第三招是什么 就是在中国周围搞包围圈 所以他搞地球异外交 满世界乱跑 那个 去年 从外交角度来讲 日本非常活跃的 但是总体来讲 不是很成功的 这个 日本到哪里去说中国坏话 但是呢 绝大部分国家也听 他说中国话他听 但是呢 其实不理他了 这些国家其实都是在中日之间搞平衡的 知道吧 安倍愿意来 他招待也 但是你要让他们跟他安倍一起整我们中国才不干 所以应该这么讲 就是日本外交很活跃 但是成效并不出处 还有就是印度 印度 总理啊 叫曼穆罕辛格 去年其实也是非常活跃的 有人统计过啊 曼穆罕辛格啊 去年呢 这个 也飞了一百多万公里啊 一年 飞机飞一百多万公里 跟希拉里一样 知道吧 希拉里就是这样 很辛苦的 不在家里吃饭 那个 呃 希拉里好像是美国历史上最辛苦的那个国务卿 天天在天地上飞 然后吃河饭 所以每个有一个女士也理解 说柯林顿呢 这个 这个 在家也不好当了 见不到老婆了 老婆的公主房天天在外面飞 呵呵 那个 然后那个曼穆罕辛格呢 去年据说飞的里程跟希拉里是一样的 也是乱飞啊 所以其实印度外交也挺活跃的 但是呢 也是因为这个国家不行 它这个外交其实没什么意义 对不对 印度的那个总理特点是这样 它来的时候大家觉得特任性 然后一走啊 大家就忘了说昨天谁来了 进入 呵呵 这反映一个什么情况呢 其实印度综合国力不行 综合国力不行以后啊 还是地位比较低的 知道吧 大家基本上 客气 看一看 实际上心里不把他当回事 这个家伙是大国游戏里面 基本上属于那种打酱油的 那种角色 好 最后一个就是去年大国态势当中 在一般大国当中啊 有一个国家持的重视就是德国 德国 德国是很厉害的国家 这个家伙呢 很低调 它不热闹 不像俄国日本印度满世界各样啊 德国总理很少出去的 很低调的 但实际上德国很厉害 我们中国特重视德国 中国首先这个国家的工业力量 对不对 它的制造业是最好的 还世界第一 这个比日本强 对不对 大家开车的人都知道 买日本车是 出了事故是死活的问题 对不对 德国车基本上死是可以排走 就是这个受伤轻重的问题 那个 德国制造业是最好的 那个技术非常好 技术储备非常非常好 那个 然后政治上呢 它其实比日本成功 它非常成功的 让欧洲国家信任它 日本现在大家都还不信任它 德国是真让它欧洲人信任 而且现在不仅信任 德国现在还成为欧洲的领导 欧洲在重新联合 原来欧洲联合的核心是法国吧 现在欧洲联合的核心是德国 所以德国非常重要 好 这就是去年形式的特点啊 那么下面我谈一谈这个 未来世界的八大趋势 那个这一段讲完 我们休息个十分钟 嗯 非常简单的讲一下 未来世界八大趋势啊 就是未来世界呢 第一个趋势啊 是一个困境 叫全球治理困境 就是全球治理的需求上升 供给下降 对存在的治理缺口 这个 什么叫全球治理的需求上升啊 就是全球的工业人口 城市人口上升 现在的全世界总人口是72亿 其中52的人是住在城市里面 这三十七亿人多一点 那个三十七亿人吧 住在城市里面 那么二十多年前 就一九九一年 苏联解体 冷战结束 这个时候全球呢 是十几亿城市人口 那个欧美七亿人 将近七亿人住里面 苏东集团呢 是三亿 十个亿 然后加四小龙啊 什么的 这个 十二三个亿吧 加我们沿海 十二三个亿 那么 现在呢 是三十七亿 三倍 那么工业人口的增加 就导致了这个问题的突出 几个问题啊 首先就是资源消耗 平均全球算起来 一个城里人呢 一天消耗的水 是农村人的十倍 刚才我讲的是干净水 就是经过处理以后的水 不是用自然流的水 是处理的水十倍 对吧 那个 然后呢 吃的东西也很精致 精致 东西越精致的加工 消耗的人员越多 对不对 那个 所以工业人口 一定意味着资源消耗的增加 资源消耗的增加 那一定意味着环境破坏的增加 对不对 它是一体两面的 另外呢 工业人口的集中 出现 导致什么 导致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那个那个 管理的困难 农民跟市民是不一样的 农民呢 都是生活在一个农业村庄里面 一个自然村 然后你把这个自然村的群体 大致管好了 农民就管好了 对不对 市民不一样啊 市民呢 离开那个自然生存的村庄 来到一个大家都不认识人的一个地方 陌生城市 实际上市民呢 是一个孤独的个人 孤独的人群 社会学者上面讲 叫Lony Cloud 孤独的人群 看上去很热闹 啊 那个熙熙朗朗 喝酒 什么呢 吵杂 实际上人与人心 一样 假人住那个商品房 住五年 或者到这地方 就干什么 对不对 这是一种新的 身份啊 从农民到市民 离开群体 变成个人化 客管理 要不以前要阻达 阻达得多 那个 OK 这是一个基本事实 就是全球工业人口 涨了三倍 然后呢 带来了资源 环境 社会管理方面 复杂问题 然后这个时候呢 就出现了 超越于民族国家的新问题 是吧 就是说 人口移动 甚至贩卖人口 毒品交易 有组织犯罪 就是人一方面的 然后 自然生态方面 就是 气候变化 海盗 那个恐怖主义 救灾 这些鬼东西 还有一个 SARS 就是那个 公共卫生问题 变得很突出 是吧 人来一个村庄 出一个疾病 这个村庄二百个人 一把这村庄一封 一治理就好了 现在在上海这种 两千五百万 三千万人都是出病 这个麻烦了 对不对 而且现在是国际化的 一个上海人得了病 买个飞机票 就到美国去了 对不对 把病毒带到三亿人里面去了 那个 OK 这就是一个新情况啊 就是随着这个城市化的高速进展 跨越国界的问题就出来了 那么全球治理的要求就出来了 那么原来呢 在全球治理方面 欧洲和美国是起领导作用的 应该讲他们是有贡献的啊 那现在的情况是欧洲自顾不暇 美国没钱了 对不对 中国呢坦率讲没有做好准备 中国现在领导人很愿意 多承担全球责任 但是现在我们没有做好准备啊 对不对 所以这是未来世界的第一个问题啊 就是整个全球治理是有缺口的 第二个是世界经济 世界经济可能未来十几年都是一个萧潮 就是一个下降的状态 这个世界经济是有一个周期的 呃 世界经济有三个周期 一个是由我们消费者决定的短周期 大概是五年左右 我们消费者啊是喜新愿旧的 知道吧 消费者不喜欢老面孔 老子患了 那么我们消费者的偏好 会决定一个短周期 第二个呢是由制造业决定的中周期 大概是十二年左右 马克思的著作里面讲的那个经济危机 基本上就是属于制造业的十二年周期 还有一个是科技创新频率决定的长周期 发现这个周期的人呢是俄国一的美国经济学家 叫康德拉基耶夫 所以这个理论叫康德拉基耶夫长波理论 那么按照这个理论呢 工业化以来每四十到五十年呢是一个周期 周期前半段很多新的那个科技成熟了进入市场 市场上新产品很多 那个 然后很繁荣 产品卖得很好 投资呢就很旺盛 投资旺盛就业就很多 就业很多以后 市场就更大 对不对 更循环 但是到了这个周期的下半段呢 老的那个技术啊都用完了 新技术没成熟 这个时候呢 新产品就不多了 市场就不旺 市场不旺 你投资投一个亏一个 但是不投了 不投了以后就没有就业 没有就业消费进步萎缩 所以这次世界经济战争 客观上存在的一个周期 由科技创新频率决定了长周期 四十到五十年 那么按照长周期议论 最新的一轮周期是这样的 从八十年代中期李登革命 到二零零八年华尔街金融危机 上一个周期的往上升的阶段 世界经济经历了长达二十年的繁荣 但是从零八年金融危机 一直到二零三零年 我们世界经济将会经历一个很长的 往下走的周期 这个就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未来世界经济啊 总是一个不死不活的样子 不会很健康 那么对地方经济的含义 就是可能外贸 在进一步扩展的空间就很小 这个外贸的朋友心里要知道 就是这个 就不但可能像前二十年那样 顺风顺水了 因为你进入一个立水行舟的阶段了啊 OK 这是世界的第二趋势 世界经济进入一个比较长的 下行周期 第三个趋势呢 叫全球政治觉醒 英文叫 global political awakening 这个全球政治觉醒呢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全球政治动荡会加剧 各国骚乱都会增加 这两天大家看乌克兰 泰国委内瑞拉打得一塌糊涂办 对不对 然后其实美国欧洲那种小规模烧乱也很多 还有到我们中国 群体性事件也是增加的 对不对 这个呢不是一个例外 全世界现象啊 这个全球政治觉醒它的基础是四个事实 正在全球各地的发生的事实 第一个事实叫城市化 现在全球各个地方的农村的青年人都在往城里跑 因为在这农村呢贫穷 保守压抑无聊 没有发展空间 所以大家都往城里跑 尽管到城里来以后啊 很多人也找不到工作 挤在地下池里面 在网上他们自称自己叫屌丝对不对 但是他们不愿意回去 因为什么他觉得在城里面待着 还是机会多一点 没准有一天我就发财了呢 对吧 这是中国现象 更是世界现象 全世界都这么干 城市化 城市化 城市化就是一个政治后果 你待在乡村啊 你想的就是打麻将 就是偷鸡摸狗 到城里来啊 你开始要求权力了 知道吧 所以这是世界上第一件事 而且全世界各地都发生了 第二件事是教育苦涉 现在全世界只要有一个政府 这个政府基本上都会搞一个义务教育制的 最差也搞了三年义务教育 好一点六年 再好一点九年 最好的是十二年 我们国家实现了九年义务教育啊 从上是中等偏上的 那么这个教育一普及呢 也会带来一个后果就是政治觉悟的上升 一个人完全不实质 他的政治要求是很低的 他一个人能读人民日报了 或者跟瞎讲啊 比如说 比如说晚报了 他的政治觉悟一定是上升的 这种词儿 赫 Türkiye